大家好,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每個鐘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講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話題真的很奇怪 我跟五仔聊天的時候都覺得 為什麼一講這個話題 這麼多人好像很熱意 很想聽、很想知道 當然關乎錢嘛 我跟他說一講起錢 大家就精神了 消費券究竟派還是不派 當然,派當然最好 不派很多網民我看到就說 喂,反對那些要出來開名 要開名出來 為什麼呢? 我又覺得不用 現在不要緊 你想開名我就開名告訴你 究竟是什麼事? 因為新聞黨 就是葉劉的黨 出來說話 他就說擔心會降評級 不應該再派 他更加出現了另一個新的玩法 他就說不如用另一個方法 派給大家 究竟是什麼方法 一會兒告訴你 我看到很多網民 對於派這個消費券 好像很熱意 所以一起再研究 政黨 每個人都可以出來說 請大家給個讚 記得訂閱頻道 會有很多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我們說過有專家分析 學者或是這麼說 你再派消費券 不是老 感覺上好像吸毒 你成了癮 到時候就收不到科 擔心是不是真的收不到科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你經濟好 你派過一萬幾千 對一些基層市民來說 固然重要 對一些有錢人來說 灑氣 經濟好不好 他們有錢是繼續有錢的 貧者越貧 富者越富 這樣也表示了解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你這次派消費券 應該要精準一點 他們說精準一點 怎樣精準化 重點 對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什麼叫做有需要的人士 基層 基層 基層這個說法 其實很大的range 我現在覺得 何謂大的range 香港人現在有多少 比起之前賺少了 有多少真的 因為又要賺少了 又擔心自己的工作沒有了 又要供樓 你以為我供樓很富貴嗎 不是的 很多都很糟糕 又加息又成成 變相減少了人工 你真的有錢 有時候都說 什麼叫做有錢 你昨天中了六合彩 你中了半注 你也有 頭獎一半注 你也算是有些錢 大家都覺得 你有幾千萬給你 你中了六合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中到 不過我猜你中了都不會 告訴我們 你中了有幾千萬 在手下代表香港很富貴 當然要看你怎麼用 有人說 會不會覺得 就是提外話 我昨天見到 還沒搞豬之前 在網上有人探討 他說 過不過得 如果被你中到八千萬 有沒有擔心 在香港過不了世 即有八千萬都過不了世 很多網民在發表他們的意見 其中一個意見都挺精癖的 我都覺得挺有趣 他說 喂 你人生裏面 都未必賺到八千萬 那你過不過得到世 你就是這樣過世 為什麼要說這句話出來 好像學者一樣 你說到消費券 嘩 好像吸毒一樣 不派不行 沒有消費券的時候 也是這樣過 那你這樣說 是不是代表不支持派消費券 不是說我不支持 有時候大家說出來的意識就是 你派不派 你不派 你不派 我內裡都是什麼 你派就固然好 有得派的 當然是派 你說我支持 當然是支持 誰派錢不支持 但是葉劉 他不支持 新民黨 今次出來的 就是他們的看法 見各國政黨出來說得 耳含含的 又扮財神 又成成 又在政府總部門內 又拉了訴求 又說希望可以派多些 究竟現在怎樣 新民黨在昨天 跟波叔 財政司司長 見完之後 就著刺激經濟 審慎理財 為民書棍等 提出多項建議 我們看看究竟他們有什麼 其中的icon 就是葉劉 好了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 他覺得消費券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特殊措施 政府應該透過具針對性措施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例如 供援出商量 嘩 先說一說 我都靜一靜 公屋免租一個月 發放失一輪N無人士的津貼 對於有議員建議 月薪五萬以上人士 不獲派消費券 葉劉指出 涉及行政程序複雜 如果指定是五萬 一定會有人問 為什麼不是八萬 不是十萬 而且葉劉都說 五萬其實都不是很高 在香港 好到這個位置 我先停一停 葉劉就覺得 消費券是一個非常時期的措施 他覺得現在是不是不再非常時期 因為他說 派消費券不應該成為行常措施 沒有叫你行常 他說香港已經連續三年財赤 那沒辦法 你疫情搞了三年就三年財赤 究竟派錢 派消費券 我說過 五千元三百多億 一萬元六百多億 預計是這樣 人口我不知道 人口數字不清楚 大概這三百多六百億 就在這裡 你說連續三年財赤 財赤的問題在哪裡 你不是因為派消費券 導致財赤 防疫支出 土地買賣 香港政府土地買賣 你旅遊業的經濟大縮水 你這樣納稅人 能夠給稅的稅項又少了 公司賺少了 又是交稅少了 賣地又是少了 其中一個主要來源 你大家都知道 這些種種方面的原因 會導致財赤 也都是這三年裡面的重點 也不是因為派了這幾年的消費券 導致政府財赤 當然葉劉也沒有 派了之後導致財赤 他擔心 再推出短期派錢措施 會被國際評級組別降級 影響金融體系穩定 要什麼 怕什麼 政府出聲就可以了 發個通告出來 你們這些國際影響總職 你都不知道香港政府 或者香港什麼情況 亂評級 我們都不能夠接受這些事情 不能夠受這些西方國家說三道四 這樣就可以了 怕什麼 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覺得不支持 再派消費權 他自己認為 可能他代表新民黨 或者他自己 他覺得不要再派了 剛才他說到 你寧願透過一些針對性的措施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例如縱緩出商量 你都不派消費券的話 去到這個說話 我相信有很多問題 在留言 你即是把人都益了 拿縱緩的人 我們普通不合資格拿縱緩的人 就不是人 這樣 我們慘的 我們都慘的 你以為不拿縱緩的人不慘 很多進不了門檻 有些特地不做事拿縱緩 何君堯也有說過擔心有人 叫做濫勇 這個時候又要拿何君堯出來說 何君堯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有些人可能真的寧願 之前說到最低工資 那個人工都不及縱緩的時候 有多少真的可能 我不打工了 走去拿縱緩 這個時候 香港經濟不好 葉劉就覺得寧願你出雙倍 給商量 給這個縱緩 都好過派錢給大家的時候 哇 我相信大家都跟他打工了 所以我昨天看到有位網民 他就說 反對派錢那些全部要開名 新民黨葉劉 你跟他聊聊天 有人覺得 可不可以監督一下店 不可以每次派消費券之後 不小心暗合 暗地裡加了價 暗地裡加了價對於加價的事件 我覺得是這樣看的 這件事又要說出來 自由經濟體系 自由市場 價格由市場來定 我覺得如果是很多店 類同類型的店 都類似在這個消費券 出了之後就加價 會不會犯了另一些條例 例如合謀定價那些 這個我相信可能要去調查一下 你可以不在消費券的時候馬上買 等人把消費券都洗掉 過了氣才買便便便便 行嗎 但你說不行 我始終都要買 這件事是否要研究一下 有拆解一下 其實之前有說過 好像說不是 有些東西更加便宜了 理論上不會加價 不過如果當全部同系列的商店 都一起加 分分鐘可能變成合謀定價 那就另一個問題 看看會不會有議員調查一下 有人說支持派錢給香港人 反對作太多無謂的建設 以及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無謂的建設我就不知道 要問政府才知道 好了 除了說兩下網民的意見之外 葉劉剛才說到 對於針對月薪有多少以上的人士不派 我覺得他的說法是對的 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人以群分的時候 出現不平衡或不公平的情況 好像我們說 你針對縱緩出商量 其他不派錢 就已經有一個爭執 就像王子華說的 是陰謀論 人怎麼會沒有意見 怎麼會不會反對 沒有一件事大家都會認同 我們每個賺成派錢 波叔都未必賺成派錢 同一個道理 葉劉也指出 今年一月的樓價 已經從二一年八月的高位 跌了17.3% 成交量大跌 促請政府取消雙倍印花稅 這個辣招 一出又是不是刺激樓市 但是保留應對 短炒額外印花稅 和海外資金買家印花稅 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雙重印花稅 對於樓市淡季來說 可能無疑是一個很辣的招數 但是 同時間政府另一方面 就要考慮自己本地人 究竟會不會因為 如果撤招之後 導致樓市再度急升 再度升溫 再更多人買不到樓 上不到車 到時候政府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很嚴重 就是民怨 國家其實之前都提出了指向 指引給政府 要怎樣處理好住屋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叫雙重印花稅 都不會輕輕 這招辣椒 另外 葉劉就說 政府在21年 上調了股票引花稅 去0.13% 令基金買賣的成本上升 建議股票引花稅下調到原來的0.1% 帶動市場氣氛 沒辦法 每個人走去炒美股 你那個波幅夠多 夠刺激 你才多人 夠熱 你這樣說 你才會多人走進去 你港股不是 可能某程度上 一日來來回回 都在起步點的時候 甚至乎波幅很小 很多人就覺得 你很多短期的投資者 或是似乎炒家 沒有波幅的 因為沒有波幅的股市有什麼好玩 另外葉劉就說 增加新總稅項很困難 過去十幾年 足球博彩投注總額 升近三倍 建議上條足球博彩稅去到80% 增加政府收入 這樣就難為了馬會 馬會 你多點水 中間抽水成份 多點 好像跑馬17.5 沒記錯 好像是17.5 很多人 賭徒 你這樣說 從土仔的性格角度來說 馬會的賠率都已經很銳 相比起外國 在香港叫做外圍莊家 在外國的合法賭馬網站 很多人就比較 別人的水份 別人的賠率比你 等同澳門的賭廳 可以的payout的回報率 還有你在外國的賭場 每個賭場的回報率都 payout的回報率不同 澳門的賭場 可能別人覺得吃水深一點 賭場的長賭 輸的機會率是很大 很難贏得到的 這就是另一個方向去說 如果你在馬會 再在馬會抽多點水的時候 會不會變相 馬會又是調整賠率 導致很多人去非法投注 其他叫做外圍網站 影響馬會生意 不得而知 另外 不是馬會 新民黨 有一位立法會議員 厲害了 他見到葉劉 說話這麼厲害 就說不要派 消費券 但是不派錢 好像不太好 這位議員陳家沛 就說不如這樣吧 香港生育率只要0.75% 0.75 不是0.75% 處於全球最低水平 香港政府一直表示 生育是家庭重要決定 政府不宜干預 但事實上 澳洲 日本 和新加坡 都有政策鼓勵生育 他說道 目前冷藏卵子服務 動不動 需要六位數字 建議向使用 卵子精子冷藏服務的市民 提供5萬元資助 並且研究放寬現行守則 延長卵子精子的儲存期限 令市民在人生不同階段 可以靈活進行家庭規劃 這樣嗎 建議大家說卵子 先說卵子 做到60歲了 然後拿出卵子 找人幫你生孩子 你退休了 然後就養孩子 這樣嗎 行不行 你給錢 你給錢 去幫忙 建議人生孩子 我也是覺得 這件事 我之前也說過 他另外也說過 建議 為每名新生嬰兒的父母 派發兩萬元 生孩子 現金資助 兩萬元可以嗎 我都說了 兩萬元 你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走下來 九個來香港生 你生完有兩萬 轉個頭我拜拜你和尾 這樣可以嗎 以及21年香港大概3.6萬嬰兒出身 計算 預計政府一年開支7.4億 你真的可以想想 這3.6萬嬰兒有多少是本地的香港父母 自己看看 新聞黨副主席黎動國 建議重推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將入境的入場投資門檻 由一千萬到二千萬 更加將部分資金定格在綠色金融 創新科技和中小企業的融資等等 你見到新民黨對於政府派錢的看法 非常特別 每個政黨都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其中新民黨葉劉建議不要派 寧願派給重門Double Pay 覺得重門Double Pay是重點 重點精準扶貧 好過有錢人又有 窮人又有五千 有錢人又有五千 那不如 只是給窮人就算了 那 嗯 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罵的了 其實很老實 對不對 那這件事 有人覺得 學一下澳門 不是要給的 是有些人好像不明白 人家做得很好 就要學的 那我覺得 澳門很簡單 他們將這些東西不會複雜 因為你將 這些事 大家每一次說消費勸 都慶合合 一分類或者將他們劃界線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很多問題 所以當然了 澳門的人口少 七十萬左右 所以有人覺得 為何澳門可以派得這麼爽快 七十萬 那裏多少錢 就派 派完 大家就沒有煩惱 開心 但香港涉及的人口實在比較多 所以可能政府這一方面都要想 有人就說 為了不如 不要讓大家吸毒 應該取消所有福利 資助 津貼等等 另外要改稅 就是商人有錢人較多 這個都是很多政黨教著近期 政府財赤的問題 都說要擴闊稅基其中一個想法 就是怎樣向商家有錢人開刀 這件事不知道政府會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如果現在推出這些措施 因為你現在需要吸納一些商人有錢人來香港去投資 如果你向他們開刀 分分鐘就變成趕客 好了 有人就這樣說 澳門人的導遊 有人來連連拍 真的 不是開玩笑 你現在找回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的影片 澳門立法會議員 他們開會的時候都說 這樣派發不是不行的 他們自己都會看到這個問題 當然 這個看法就是人口多與少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葉劉這種說法 他覺得寧願有聚焦地派 好過周圍派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事情 拜拜